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贸然的介入朋友和他的债主之间的事情 这会让你遇到你意想不到的各样的祸患跟麻烦 甚至你的朋友有欺骗你的成分在里面 你也就是愚昧而上当 因此做宝的意思就是说 不经任何智慧的思想 也没有去寻求神向神祷告 就愚昧的介入了你不该介入的事情 也包含有时候我们想要用爱心帮助别人 可是对方却消费我们的爱心 滥用我们的爱心 也不心存感恩 更是养成他 不愿意去正视他生命各种问题 这种结果 那这个叫做没有智慧的在行使爱心 我想真言第六章在讲的都是这种事 急掌就是怎么样 就代表说这个做宝 就是说跟你这个联合的意思 那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你就被你自己的承诺紧紧的抓住 你就抽不了身 因此也不要不经思考就随意做承诺 因为有时候你的承诺你担当不起 因此第三节他说 我儿啊如果你产生这种情形之下 你就落在你朋友的手中 那就当这样行才可以救自己 怎么样行才可以救自己呢 你要自卑 承认你当初没有思考的很周到 你一时冲动 你自己自以为是 以至于你应该要自卑 就是说你要承认自己 考虑不周 要去恳求你的朋友 然后去跟他说明 然后离开 他跟他的债主 或是他跟他自己需要去面对的生命问题 当中的关系 你不要介入 我们刚讲做宝这个字就是介入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容你的眼皮打顿 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 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也就是说 不要担言 不要去睡觉 不要去打顿 要赶快救自己 脱离这个为人做宝 这种不经周密考虑 就介入别人生命的状况 这样的一个没有智慧的愚昧行为 第六节是责备第二种生命的愚昧 叫做懒惰 好吃懒做 懒惰人 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以得智慧 这些经文是很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会教导孩子的经文 很多孩子 长大以后只记得这一节真言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没有君王 他们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的时候聚练粮食 蚂蚁比我们 这个看起来应该比我们低等 他也没有任何的领袖 教导他们 带领他们 要去做这些事 但他们都还有这样的智慧 未雨绸缪 在夏天的时候就预备食物 在收割的时候就聚练粮食 那何况是人难道没有思考到 需要勤奋为自己努力工作 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而只是一味的懒惰 等死 然后不然就是赖着别人 消费别人的爱心 懒惰人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在睡片时 打顿片时 抱着手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我们之前也讲过 这个在第三章的时候 讲到真言的智慧 要给我们生命的美好祝福 三章的十六节说 智慧他的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富贵 他的道是安乐 他的路全是平安 也包含神在物质 以及今生的丰盛的上面 是要祝福我们的 但是懒惰的人呢 你再懒惰下去 你的贫穷跟你的缺乏 就如同强盗素素来到 如同拿兵器的人素素来到 代表很快你就被贫穷 紧紧的俘虏了 接下来要责备第三种 没有智慧的愚昧 无赖的恶徒 无赖指的就是 原文是指毫无价值的人 这个毫无价值的这个坏人 每天想都是坏事的人 无赖的恶徒 行动就用乖僻的口 用眼传神 用脚示意 用指点化 心中乖僻 常设恶谋 分散 不散分争 所以灾难必忽然连到他身 他必顷刻败坏 无法可治 这是在勉励啊 不要效法恶人做这些坏事 这些坏人看起来脑心动得很快 每天在想一些有的没有的 眼睛传神 用脚示意 然后用指头点化 心中乖僻 常设恶谋 布善各种的纷争 这样的人看起来怎么样 哇好像很厉害 好像在操控这个局势的发展 经文说 你注意看吧 灾难必忽然连到他 他很快就要败坏 而且怎么样 无法可治 所以不要嫉妒 不要羡慕恶人 看见恶人也不要心怀不平 免得自己犯罪 离开正道去学他 心想说反正只有这样才可以升官发财 我干嘛那么傻 听圣经的教导 听神的话 我应该怎么样 去做恶啊 我才能够翻身啊 发横财啊 弟兄姐妹 都不要这样 因为恶人的结局 是很快就来到了 我们再往下看第十六节 耶和华所恨的 耶和华所恨悟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证悟的共有七样 哪七样呢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蛇 留无辜人学的手 图谋恶迹的心 非跑行恶的脚 图谎言的假见证 以及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 他这边所用的 眼啊 舌头啊 手啊 心啊 脚啊 还有这个做假见证的口 以及这个口也用来在弟兄中 散播一些纷争 搬弄是非 挑拨离间 其实这些都是怎么样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五官 我们的这个身体 所犯的各种的罪 真言讲的很实际 都是生活中很具体的事情 贪财啦 淫乱啦 邪恶散播纷争啦 说谎话啦 这些他都很直接就把它点出来 这些都是神怎么样 所恨恶的事情 所证悟的事 因为弟兄姐妹 刚刚讲的这几样 你有在其中吗 有的要赶快悔改 特别就是怎么样 这个喜欢挑拨离间 散布纷争的 喜欢说一些八卦留言啦 讲一些伤害别人的话 霸凌的话 这些在教会常常发生 弟兄姐妹要管住你的口 要远离那些喜欢讲行话 喜欢这些 讲一些不好的话的人 你远离他 他没有听众 他就没有没得讲 他自然就闭口 所以我们要 不要与他同盟 二十节以后 再次警告我们 不要犯淫乱 以及淫乱要带给我们生命 极大的毁灭 二十节 我儿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要常常的戏在你的心上 挂在你的相上 这边是真言常用的一些句子 你行走 他必引导你 你躺卧 他必保守你 你睡醒他必与你讨论 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神给我们的训悔 常常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你起来工作 你起来行走 你吃饭 你睡觉 甚至你做梦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真理和训悔 都能够给我们生命发生极美的果效 二十三节 因为诫命是灯 法则是光 训悔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灯还有光 还有道路 都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而这些是什么呢 它是诫命 它是法则 它是训悔 因此我们需要有受教的心 我们如果没有受教的心 我们生命中就没有灯 也没有光 甚至没有路可以走 因此呢 你没路走了吗 那就代表 是不是你的心应该要谦卑下来 要受教 要听一听上帝的真理 怎么对你说 二十五节 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 就是淫乱 也不要被他的眼皮勾引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 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淫乱这个事情会使人身败名裂 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一块饼 就是你一无所有 然后呢 这个淫妇能够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再次提醒我们淫乱的事情 最后会让我们身心瓦解 身败名裂 然后羞辱自己 羞辱自己的父母 羞辱家庭 二十七节 人若怀里揣火 衣服岂能不烧呢 人若他的这个衣襟 衣兜里面 就是怎么样 捧着火在里面 结局是什么 火一定把他衣服烧了 所以不要亡火自焚 二十八节 人若在火炭上走路 脚岂能不烫着呢 这个脚在这个火炭上走路 一定是怎么样 会被他烧伤的 所以不要怎么样 不要心存侥幸 二十九节 亲近灵舍的妻子的也是如此 凡哀尽他的不免受罚 贼因为饥饿偷窃冲击 人不会藐视他 若他被找着 他必赔还七倍 必将家中所有的 尽都偿还 但是呢 三十二节 与妇人行淫的 便是无知 行这事的 必丧掉生命 他必受损伤 必被淋辱 他的羞耻不得涂抹 因为人的记恨 成了烈怒 报仇的时候 绝不留情 什么赎架 他都不顾 你虽送许多的礼物 他也不肯甘休 这边讲到说 如果是小偷偷东西 被抓到了 人家也不会说 真的就完全藐视他 他要赔偿赔七倍 那人家就会接受他的赔偿 然后就算他把家中的 所有都赔偿 他还 好像还可以偿还 他所亏欠 但是呢 如果人是因为淫乱的事情 东窗事发 被逮个正着 那这个事情是会 上吊生命的 因为呢 这个受害者 包含这个受害的配偶 或是对方的配偶 他是被羞辱 他不会散罢甘休的 他会觉得他这一生的羞耻 都是怎么样 涂抹不掉的 他觉得他被淋入 那这个当事人就会受到 受害者的更大给他的淋入 因此呢 行淫的人 他必受伤损 他必被淋入 他一生的羞耻 不得涂抹 因为人的 嫉妒的嫉恨 成了烈怒 怒火焚烧的时候 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你赔偿他什么 他都不要了 他就是要跟你拼了 他就是要毁了你 因此呢 他报仇说怎么样 绝不留情 我们之前在读这个第五章的时候 第五章第九节 也是很严重的提醒 淫万会带给我们的可怕的结果 就是五章九节 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 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帮助我们行事不要愚昧 主要不要不用大脑 主要不要冲动自满自意 我们总是要在凡事上 要来祷告 要来思想神所教导我们的智慧 跟真理是什么 免得我们陷入愚昧 所造成各样的亏损 主你也帮助我们不走恶人的道路 不要羡慕恶人 他靠自己的邪恶 所得着的财富高位 因为这瞬间都会被神夺走 主你也帮助我们再次提醒 我们不要走入淫乱的道路 因为当我们被报仇的时候 我们是承受不住的 求主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提醒我们 光照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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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